你不覺得他看起來 穿起來超瘦的嗎 但我覺得比較吃虧 就是我身高比較小隻一點 你看他穿起來不知道什麼 超顯腰瘦 來設計師 你要不要正式介紹一下你的設計理念 顯腰瘦是因為人本來腰就很瘦 並不是衣服的功勞 而且他有透視的功能 對你看他這邊非常厲害 整個透 歡迎收看Talk一杯 我是主持人鄭偉博 今天我們要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他真的是Crossover界的時尚王者 他跟品牌跟餐飲 還有非常多的跨界合作 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但是我想他今天 這一次邀請到跟他一起來的特別來賓 他Crossover合作 我想會讓很多很多職棒的球迷 看得是非常的羨慕眼紅 然後甚至是血脈膨脹 話不多說 我直接先介紹 林湘 你以為先介紹你嗎 沒有這種事情 來林湘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湘 對今天呢 林湘能夠來到這邊 我們都感到非常的開心 但是他能夠坐在C位呢 還是要介紹一下 我們的國際集 設計大師 阿補 占卜 那好 哈哈 沒做我聽說 對占卜已經是來到我們節目是第三次了 所以說他是算是老司機 他也經歷了Talk eBay在不同的場景 然後不同的工作人員 都還能夠屹立不搖 你看真的阿補非常的厲害 但是他不只是這個我們的節目的好朋友 而且他在跨界的這個創作上面 其實非常多元 我剛剛提到了 你有沒有想過你到底是跨了哪一些 這個領域跟品項 其實剛開始都還是想說以服裝出發 但後來漸漸的就不勝於服裝 因為其實不管什麼類型的聯名合作 都還是品牌溝通的一部分 只是換了不同的媒介而已 那我想請問林湘跟麥當勞之間有什麼關係 他連麥當勞都有合作 對啊很厲害 對 麥當勞其實也算是幫漢堡設計衣服 我們就是幫漢堡設計的包裝設計的形象 然後一起幫麥當勞把故事說得更完整 所以其實跟服裝跟時尚的溝通 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 然後跟樂天包含林湘的合作 其實剛開始也是從服裝出發 然後到甚至到了時裝修的搖曰 然後到了聯名的品項 然後還有甚至是樂天其他的主視覺的合作 跟一些活動的視覺合作 所以詹譜為他跟食品業者的解釋出 一種新的註解就是 他是幫食品也是設計衣服 所以不只是幫人氣啦啦隊 然後就是各種品項 他都是把你的獨特的設計的美學 帶到了每一個商品跟領域當中 那我想要直接問林湘了 最後說你今天來介紹 你知道今天的這一身 這一身服裝 我其實非常想像一下這個版本 我之前在自己的簽書會 也有跟他們商借過衣服 就愛到我直接說 跟我經紀人指定說 我要穿他們家衣服出席活動 哇你這個作為設計師來講 你聽到林湘講這句話的時候 非常的榮幸 對 好所以他到底優點在哪裡 你不覺得他看起來 穿起來超瘦的嗎 但我覺得比較吃虧 就是我身高比較小吃一點 你看他穿起來不知道什麼 超顯腰瘦 來設計師來 你要不要正式介紹一下 你的設計理念 然後你需要model 360度轉的時候 你就盡量的控制他沒有關係 顯腰瘦是因為人本來腰就很瘦 並不是衣服的功勞 而且他有透視的功勞 你看他這邊非常厲害 整個透就是小性感 我很喜歡他們家衣服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家衣服 就是除了很有質感之外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 性感的元素在身上 然後我就覺得他都會做一些微透視啊 然後一些很開很高差的設計 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詹浦你把可愛跟性感 就是共也一如融合在一起 我很希望服裝上的性感 是比較隱約的 這其實是蠻東方設計的要素 就是他的 他並不是直接很直覺型的性感 他可能是側邊的一條開叉 或者是某個地方 有一塊不一樣層次的材質 也許是半透明的 然後讓大家也許要近看 或是仔細觀察之後 才發現他性感的元素在哪裡 好我們在節目的一開始 我們就先把流量密碼先抬出來了 所以林香也給大家看 他這一生非常fit 而且非常有時尚感的這個作品了 這是阿普的這個服裝 但是我還是蠻想請教的 就是說作為一個 在英國這麼有成就的設計師 對於crossover這一件事情 你究竟是怎麼看的 你怎麼可以從到這個服裝 然後跨界到這麼多不同的領域 就其實真的蠻有幸得到 不同的合作邀約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想蠻多的 就是想說如果做服裝以外的合作 會不會容易模糊焦點 會不會容易讓人家忘記 我們是服裝品牌 但後來發現他其實對於訊息的傳遞 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 那所有的體驗 所有認識的人 接觸到合作對象 他最後都會回到 品牌本身要傳遞的訊息 所以是很難得的機會 那透過這機會 讓我們一群很宅的工作者 一直在工廠工作室的工作者 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 其實透過衣服才認識這些人 林香你有沒有覺得 阿普的外表看起來很 很木娜跟文靜 但是當他的畫甲詞一打開的時候 你酒瓶我們可以拿下來 我們Cheers 然後讓他繼續講 OK 對我們可以邊喝 然後邊聽他聊 讓他繼續講 到目前為止你覺得 讓你最surprise的這種跨界合作 是怎麼樣的一個任務 其實像麥當勞的邀約 我們就還蠻受從若驚 也覺得很難得有機會 可以幫漢堡設計服裝 那不同的合作 都有不同的體驗 可是印象很深刻 其實是雲門舞集 因為雲門舞集跟懷敏老師合作 他其實是一個很長的籌備期間 所以在這個期間 其實可以跟雲門舞集學到 不只是設計 還有很多做人處事的道理 跟怎麼樣切換籌備工作 怎麼樣平衡藝術 平衡創作跟執行 創作跟營運 就學到很多體驗 所以還是對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合作之一 跟懷敏老師合作 這是一種藝術的高度 然後跟麥當勞 這些食品合作 F&CG 是生活上面的 但是你跨入到了現在 當代年輕男子最熱衷的 拉拉隊領域 這當初是怎麼樣促成 是誰要誰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很難得的 因緣就是去年的時候 受到樂天的邀請去開球 然後也因此認識了樂天 講到開球這件事情 我們對於占卜的認識 你不要看他是個書生 他其實對於哥吉拉 你知道他對哥吉拉非常有研究嗎 然後他對於NBA也有研究 但是你這輩子有想過 你會成為人氣球隊的開球嘉賓嗎 沒有想過 而且我也沒有打過棒球 所以還找了表哥去合體邊練習了一下 然後才上場 然後當時也是覺得真的是很 就是一生難得的體驗 只是沒有想到開球完來之後 反而跟樂天棒球隊 有了更多合作的機會 好 我要問林湘了 就是說跟UP合作 你覺得對於他的服裝跟他的設計 你以前對他有多了解 我其實真的也是因為這個工作 我才認識 哇 原來台灣有這種設計師 不然我之前也沒有辦法認識到那麼厲害的人 就是那天我其實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在拍攝現場 我根本也不知道設計師本人在 然後我只知道 你說開球那一天嗎 不是 我是說我在拍他們的形象照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正式的合作 那你覺得那時候他是做什麼的職務 燈光還是製片 他就是隱形到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存在 他就是默默的一個人很安靜在那 然後後來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只知道這個人一直跑去跟攝影師說 可不可以請我不要笑 就是因為我比較活潑 然後我可能拍攝的時候都比較展現陽光 然後他就說可以不要笑嗎 可是我就覺得我已經露出不笑的表情 然後他們還一直說我的嘴角在上揚 然後就是說可不可以挑戰看看 一直叫我不要笑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對這個人 想說為什麼要一直叫我不要笑 而且為什麼他可以控制攝影師 對 然後後來就是在挑片的時候 就是慢慢有就是拍出他們想要的感覺 然後我就是覺得 哇 衣服很好看啊 然後我之後才知道他是設計師本人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知道這種衣服的價位在哪裡 我就說 哇 好好看 我也想買 我就說這件衣服大概多少錢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數字 我就說 好 謝謝 依照你們現在的人氣跟身價完全是可以 而且認識到設計師本人 我想他應該也會很樂意的 未來更緊密的合作 哦 對啦 就是有跟他們有上 之後有就是商界衣服也很開心 很榮幸啊 你聊聊占譜嘛 就是說這個 before and after 就是認識前跟認識後 你會怎麼形容他 其實就是 他剛面露驚恐 面露驚恐 他其實真的很安靜 就是他在一個陌生的場合 真的是很安靜 然後很內向 然後我對他第一次改觀 是因為他有邀請我們 這三個拉拉隊的女孩去他的 那個VIP的 算showroom 對 展覽嗎 呃 品牌活動 品牌活動 Yuri 林湘 孟傑 對 然後後來他就是因為 那個很特別的是 就是每個房間都有一個主題啊 然後我就是站在旁邊聽他導覽 然後我就覺得 哇 他在講他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整個 會發光對不對 對 閃閃發光 就平常那個 很文靜的樣子截然不同 對 我就覺得 哇 很有魅力 然後或者是他在介紹他的那個 今年的形象的時候啊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很有魅力欸 就平常就是不講話 但講起他的專業的時候 他就非常的 Shiny 林湘 你分享一下 在這一次系列的這個合作當中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套 或者是 其實我最喜歡那一套棒球衣 但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哪個造型 沒關係 我們會音色 就是長這個樣子的棒球衣 對 就是那個棒球衣 然後我出席活動也穿那個棒球衣 我就覺得 欸 這件衣服根本就是 為我量身打造的 我有這種感覺 只要穿上套我就覺得 哇 整個質感的起來 然後又有我自己原本就是 比較活潑運動的形象 那可是你今天穿著超級lady欸 對啊 我今天穿他們家的 就是比較另外一種風格 氣質派的 但我也很喜歡 我們剛才聊到了就是 啦啦隊在現在的職棒球團 甚至是到了P League 到T1成為場邊 非常重要的存在 那就你的觀察好了 你看到的林湘 她的台前幕後差別在哪裡 應該沒什麼差別吧 對 她其實 呃 台前幕後是一樣的個性 只是私底下當然覺得她有更多的 更多的可能性 因為她在工作現場都非常的好奇 就是除了敬業以外 好奇不同的項目 就是拍攝怎麼形成的 我們怎麼選照片的 那有好奇就感覺對 這職業是很有熱情跟 呃 感覺會有更多的的可能 你之前在加入就是拉拉隊之前 你是做什麼 學生 我就是當路人 對 就是經營 就當網美吧 分享一些美照 然後這些業配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出了寫真之後 剛好又加入拉拉隊 然後就是在短暫的時間內 被大家注意到 這個 然後我就對於 人生改變了 對 我整個人生 就是整個這樣 你的IG的粉絲 在半年之內增長了多少 你有想過嗎 我那時候加入球團之前是40集 加入球團之後半年之內 現在是110集 你知道你一個人 我們全部加起來 都沒有你的零頭高嗎 沒有 我覺得自己 這樣我們現在要對他尊敬一點 沒有 我很幸運 我們這集流量就靠他了 我很幸運 謝謝流量乾媽 很幸運啦 就是覺得大家都 就蠻支持我的 你怎麼去看待其實拉拉隊 改變了職業球隊 甚至你看不管是你也好 Yuri也好 穆婕也好 該拍電影的拍電影 會去玩很大的去玩很大 然後甚至是也有自己的YT節目 就Lockton Girls 甚至是來到了MomoTV的 Fighting Bar 向前衝 對 就是拉拉隊改變了你的生活 對 然後它是不是也成為了一種 有才藝的女孩們的一個 事業上面的跳板 或者是開了一扇床 對 就是我覺得成為拉拉隊 就是多了一個舞台 讓更多人看見你 然後看見 認識你這個人之後 就可以 你就可以讓大家發現 你自己的才藝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很棒 好 我要幫很多的球迷 來詢問一些問題 就是拉拉隊好賺嗎 一點都不好賺 你們是單場計費嗎 這可以說嗎 對 我們是以場次計費 所以假設 我們是排班制 排班制 我打到棄局下半下雨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是淋雨跳 淋雨跳 對 你如果打到12點之後 你也不會 就是 你有加班費嗎 就是補貼車馬費 很辛苦欸 對啊 那你們食量大嗎 因為你們的運動量這麼高 就有些很大 有些還好 像因為我自己吃飽 跳一跳就會肚子痛 所以我球賽不太吃東西 那你會不會跳到一半水堂 就是降低 因為沒有吃飽 會啊 也會這樣啊 但就是要把它隱藏起來 因為你在台上就是要帶給大家力量 帶給大家歡樂的 所以你也不能表現出不舒服還是什麼的 我蠻好奇的 我覺得這一題要同時請教兩位就是 我先問林湘 你怎麼去看待樂天女孩跟富邦Angels 然後跟Passion Sister 還有跟Uni Girls 這些的風格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你們雖然是在這整個系列當中 第一個 以前的領隊也會去韓國取金嘛 然後把你們整個這樣規模化起來 但是其實現在每一隊的style是不同的 我對於那個兄弟的啦啦隊比較有 就是明顯的風格 因為我覺得他們就是走模特兒系列 每個起碼都要160以上 那我們樂天就是很多都是150 還有140幾 所以當你走過短巾旁邊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非常大的那個身高差 我發現他們都是比較喜歡氣質 然後跟比較高的模特派的 然後其他我比較沒有認真的關注到 我這樣講OK嗎 樂天就只有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開玩笑啦 對所以說其實你們會觀察到 就是Passion Sister的這個風格 來設計師 依照你對體育圈 如此深切的觀察 不只是球員來點評一下 各隊的啦啦隊 各隊的風格差異 其實我也沒有色戀很深 但是我的理解都是從視覺出發的 因為我知道各隊的行銷都是從主視覺 從每一屆主題 然後它延伸到任何不管是周邊的商品色系 然後或是啦啦隊的周邊 或者啦啦隊的形象 所以它其實每一季都有每一季定調的主題 那這個主題其實就跟時裝品牌一樣 就是每一年有新的題目 然後大家要往那個題目靠攏 然後所有的元素都整合到那個題目上 啦啦隊現在真的在網路上面的流量 真的是流量密碼然後人氣也很旺 對於你現在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嗎 你現在可以素顏不帶任何太多的這個演示出門嗎 可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個性 就是還是比較做自己 我也不太會就是遮掩 依然在路邊吃麵 依然在路邊吃麵 罵完甜不辣有飯 對依然坐捷運 然後再走到這個攝影棚 我覺得坐捷運反而不用擔心 是因為現在大家坐捷運都會滑手機 對對對注意力比較不會放在你身上 對對對 因為我不只一位女明星朋友都說 她們坐捷運 反正也不會認出來 大家都在看手機 那啦啦隊這件事情 對於你們未來質疑 你覺得還有什麼其他增加的可能 我覺得就是有無限的機會 像我們看我自己本身從網美 然後加入啦啦隊之後 我還可以就是你知道演那個 之後那個 對演時裝秀 我就覺得天哪 也太厲害了吧 然後我覺得 你現在開直播怎麼樣 來跟大家宣傳一下 你這個直播能力跟直播好 我的直播能力就是非常普通 但是你們是算是 在台灣直播平台當中 是比較前面先驅者 就是在直播平台上面 整個啦啦隊開播 對呀 這也算是我們的職業之力 那你一開始對於要對手機 然後自言自語 還有要就能夠留住所有的網友 然後互動 你怎麼樣去練成這個功力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有嘗試過直播這些 所以我當初因為啦啦隊又重新直播 是不陌生的狀態 可是因為我比較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太容易 就太親民了 就很容易跟一些 就是小朋友啊 就是隨便一些人都聊起來 所以我就會在我的 一些業績上面幫助 反而沒有在追求斗內 你真的在直播交朋友就對了 對我就是在直播上 真的是交朋友 對 所以所有的這個觀眾朋友跟網友 有一個人是跟你這個真心高筊 對 真心不騙 真心不騙 歡迎來我的直播間聊天 對 那阿普呢 其實因為很多的年輕的設計師 他也會想要在這個商業市場上面 有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你現在已經是跨界之王了 你怎麼去給一些年輕設計師 一些建議去落實 跟真的能夠有商業思維 然後在這個行業好好生存下來 不敢說我們有商業思維 因為我們也很常操資 很常就是不太知道 如何去行銷我們的品牌 但我們其實就是持續做 我們想要嘗試的事情 持續開發 持續嘗試服裝跟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合作對象的可能 那如果說有什麼可以分享的 也許就是前面有提到 就是也是我們自己的心路歷程 就是我們已經不太執著於合作案 一定要從此服裝出發 因為不管跟各式各樣的品項 各式各樣合作對象的合作的經驗 最後都還會回到我們本身 最後都還是會回到時尚 所以不管他的出發點是什麼項目 其實都是難得的體驗 現在就不去想那麼多了 尤其在這個疫情時代 有這麼多事情是無法掌控的 你要動態的改變跟因應 對其實有任何的體驗 其實永遠大家都不知道會前往哪裡 也許有一天回過頭才知道 這些都是養分 我們出去服裝這件事情 你的其他的創作的作品跟品項當中 你覺得到現在最具創意跟最有挑戰性的是什麼 不同的項目挑戰性都不同 因為我們也做很多 比如說我們做很多制服的設計 包含了Samsung的全球制服是我們設計的 那大型的生產他其實考量到可能是更多不同的身型 因為他因應的身型不是只有特定職業的身型 可能有包含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年齡層的身型 然後要考慮到他的產期他的配送 所以其實永遠都在思考他的製作排程要怎麼拍 我們的設計工作並不是視覺化或者是形象化而已 其實都要考慮到生產的成本 生產的交期跟怎麼切分 我想要在今天的節目的最後一題要問一下兩位 就是阿浦如果今天你是專門要在為林翔打造他的服裝 你會想要幫他打造專屬於他的什麼風格 會想要讓他穿禮服 因為覺得他其實已經有很多機會穿 不管是拉隊服或是運動時尚類的服裝 或是可愛甜美的服裝 但是禮服也許是比較少看他嘗試 但是完全可以想像可以適合他的款性 可以嗎?或者今天我給你一個機會 在這邊可以直接跟設計師要求 你有什麼願望要跟他許願 那我希望可以真的為我打造一件我的禮服 我很期待穿他拍一組漂亮的照片 給自己25歲的生日禮物 喔!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為兩位各自許願 希望在很快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願望的實現 然後也再次感謝阿璞還有林翔來到我們 對節目當中發現這個拉隊其實有非常多辛苦 但是有無限的可能 然後在Crossover跨界合作當中 阿璞代理著他的團隊創造無限的想像 再次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除了在關注MOMO TV75台之外 也請關注我們的YT頻道IG FB 再次感謝兩位 Cheers! 謝謝大家